你如果有跟到我六日直播的 你就知道我早就已經預告了 我跟你講鄭文燦這個人一定得倒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時很多人 這家走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笑笑的500萬交保 各方看法不同嘛 有人認為鄭文燦是故作鎮定 但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鄭文燦就是Round 1 給賴清德一擊重拳 Sucker Punch 他Round 1贏了嘛 這故事很單純啊 賴清德要辦鄭文燦 而且是要往10里打 賴清德要辦鄭文燦 而且是要往10里打 賴清德原本的劇本就是 起訴搜索擠壓讓他永無天日開除黨籍 就這麼簡單嘛 起訴搜索擠壓永無天日開除黨籍 這是賴清德原本要的劇本 結果沒想到劇本在一開始就出了岔子 起訴起訴了 結果呢要搜索的時候法院不肯給 要擠壓的時候法院不肯給 所以賴清德還記不記得 他在台南掌擾教會追思禮拜 突然間跑出來講話 我週末直播的時候就有講了 我說那是什麼 各位那是在告別式上嗆聲 你什麼時候看到一個總統 在告別式上自己跑出來說他講話 跑出來嗆聲 賴清德通常他要舉辦記者會 要嘛是在總統府要嘛是大陣仗 要嘛是幾十家媒體 結果當天一是在告別式 二只有民視一家電視台 三平面媒體甚至用手機在拍 四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自己要出來講 所以很顯然這個劇本 沒有按照賴清德如願的走 所以賴清德氣道出來嗆讀 他中間只有幾個關鍵字 不分黨派 勿亡勿眾 各位勿亡勿眾是什麼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涉案涉法涉嫌違法的 涉案的勿亡勿眾不分黨派 其他就講一件事情而已 賴清德那個接受訪問 異常的接受訪問代表三件事 第一這個劇本沒愛賴清德的時候 第二賴清德很火大 臉真的很臭 所以鄭文燦的笑是真的 因為他覺得你拿我沒責 三賴清德傳達了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叫做是 鄭文燦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不分黨派嘛 就是講鄭文燦嘛 對不對涉案的人 你這件案件嘛 對不對 我確定你違法了嘛 他說涉案的人嘛 違法的人嘛 他已經幫鄭文燦定罪了嘛 你就是有罪之聲嘛 勿亡勿眾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所以那時候就已經結束了啊 這的確鄭文燦Round 1贏了 但賴清德就說我一定會把你端了嘛 傻了給我這一套啦 老子不爽了啦 所以果不其然 檢察官馬上提出抗告 結果高院 也很事項的馬上把他裁定 發回重申 而現在right now 此時此刻就是在重申嘛 那我們會講啦 絕對會積壓的 因為我們講高院通常在發回的時候 他會就程序上的瑕疵 或者說法院上的問題 來去做梳理 他不會發表對於這個案件 他的主觀意願 結果我們的高院 在裁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竟然罕見的說 沒有辦法證明鄭文燦不會有創供逃亡之語 他認為鄭文燦有創供逃亡之語 而必須要擠壓有這樣的必要 但根據地方法院他所判決的文字 他沒有辦法看出一個可以 避免掉鄭文燦 創供逃亡之語的可能性 換言之他認為地方法院的判決是錯的 而且疏漏 所以這個各位這就不是程序審查了 他是自己實質上的對於這個案件發表主觀的意願 所以高院再對地院下指導期 所以發回之後當然換一個法官 而原本那個法官他沒有把點破 原本那個法官是 鄭文燦救部的女兒 他是鄭文燦救部的女兒 還有兒子嗎 鄭文燦救部他的正風處長叫做鄧惠文 而且鄧惠文剛好是涉及到這個 華雅科學園區這一件案件 當時他擔任的叫做正風處處長 所以基本上這個法官是屬於 直系血清關係人 你懂嗎 跟此案有關 等於說是當時這個案件 跟這個案件有關的直系血清 來幫他判這個案 所以這個沒有做利益迴避 但是高院沒有給他難看 也不討論這件事情 直接說你這樣判是錯的 我不認同 所以我跟你講鄭文燦 我還是維持我禮拜六 禮拜日的說法 他一定會被壓啦 一定會壓他 我這個口供我不改 那為什麼我會被打臉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賴清德都沒有想到 他竟然盤根錯節道 可以連法官都影響 就鄭文燦的勢力之大 所以第一天他五百萬交保出來他笑啊 因為你賴清德總統之力 竟然鬥不過我鄭文燦在桃園的勢力 但賴清德耍狠啊 再來 他一次沒死我再來一次 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我就存飽給你死啊 所以我們看一下鄭文燦今天的表情 各位笑不出來了嗎 如果他要笑他就一直笑啊 所以那個笑容不是假的 那個笑容是真的 第一次他是真的很爽 因為你搞了我16個小時 還讓我笑著走出來我贏了嗎 我贏了嗎 但今天這個再重壓一次喔 笑不出來 這個完蛋 我跟各位講啦 我直接在那邊宣告啦 我不是在跟你放話的啦 鄭文燦的政治生命走到頭了啦 他的政治路已經被斷了啦 沒了啦 鄭文燦這個人no su了啦 笑到最後賴清德 鄭文燦已經掛了 各位這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鄭文燦進去之後 他會跟陳水扁一樣 有一案兩案三案四案五案 會一個一個一個爆出來 壓著之後 案子會越炸越大 越燒越多 越燒越多 知道嗎 他涼了啦沒了啦 喔 喔 桃園地檢署好漂亮喔 台北地檢署超醜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 能夠外購為健康的地方